轮流分享大事迹 参与慈悸活动不久的人 也来说说自己的改变 每年农历七月祈福 总是能一步一步影响着人们 越南慈激志工举办吉祥月活动 位在胡志明市的联络处 以及海洋河内两个联络点 同步连线 祝福也造福 大安新闻文天亮 陈怡婷 阮婷雄 越南报道